就是有很多的动物已经开始灭绝了 随着极端气候引发越来越多的灾难 全球暖化已经成了现在进行式 地球变热 连孩子都感受到了 人类都在开发森林来种植古物 喂养这些动物 这些动物它们的排泄物 它们所排出的气体都会污染环境 产生温室效应 孩子的心声 家长们都听到了 从这些五颜六色的餐盘 就可以看到父母为孩子所做出的努力 他喜欢吃蔬菜 弄到我们两夫妻也变得喜欢吃蔬菜 我从小特别喜欢吃蔬菜 因为蔬菜不只有绿色 还有各种丰富的颜色 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 除了懂得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孩子们也更愿意保护其他的小生命 但你觉得吃蔬菜有什么好处 不要杀这样子动物 因为人也不想要被吃 然后动物也是不想要被吃 同学们会比较注重饮食 至少他会知道他的盘中餐里面 每天都要有蔬食 然后我们也发现到 学生的肥胖问题方面也有减少的现象 在气候变迁的影响下 人类赖以为生的大环境变得越来越艰难 及时改变个人饮食习惯 或许能为下一代争取多一线希望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新山报导